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Q版神明不但風靡了年輕信徒 這公仔也結合了循環經濟 使用鑲匯製作 創下熱銷上萬支的紀錄 技術部也帶動臨近四代製面廠 和三十年智商廠等等 是推出各式各樣的創意產品 透過文創力量 讓妙語跟傳產達到了 共榮共存 鳥鳥戲咽下香客雲集參拜 黑虎將軍則一改威嚴本色 走下廟堂 化身肥嘟嘟的Q版公仔 讓雲林北港這座全台規模 最大的才神廟 更神氣活現 很多人一開始 因為他可能是由周邊 他有這些可愛的意象 他有這些趣味的宗教意象吸引而來 他其實跟年輕人有一個拉近距離的作用 此底下的神明走進生活常用的瓷卡 駱馬還繞上手上的鍊環等等 讓人耳目一新 堪稱全台最朝宮廟 已經開發超過一千樣商品 所以這幾年我們的文創 其實都環繞在一個主軸 其實就是信仰最環保 那這個東西看起來 它是一個很普通的公宅對不對 事實上這個東西有一些 可能上次的電子大廠都沒有做到的一個技術 大家知道它這個材質 它有整整五十個percent 都是用我們的這個香灰 文創結合循環經濟 創下斷貨四次 熱銷上萬支的紀錄 林安樂回想能在宗教文創 躍升全台數一數二 其實都是起源於香客的一句話 如果人家到廟宇 我希望求個這個香火袋 裝個平安埔回去 那早期因為我們就 我們鄉下的地方 我們就只有這種塑膠版的 就是兩塊錢印刷版的 那所以都讓這些都會區的 都被都會區的信仰貼得要刺 就是說一間廟這麼大間 要用到這個 校稱是被罵出來的文創 也一路走了十年 廟裡周邊商品的年營收 成長一到兩成 但會生命大造 卻是因為二零一七年這件事 大家都覺得 相會不可以當中對不對 對 在臺上高喊捍衛香火 號召全台一百二十多家公廟 上海道遊行 成為臺灣宗教史上 第一起自發性抗議面香活動 傳統信仰圈都是一些草坑階層 雖然沒有這個話語權 所以在他們為了這些 這麼大的空物去背這個 不必要的這個惡名 你金香把它全部移除 你也只能改善0.35% 可是它是傳統文化的全部 所以說那時候 本來只是臉書的一句企劃 結果卻點燃了 全省宮廟的怒火 但嘉年華的熱鬧過去後 林安樂也發現 傳統文化過渡到新世代時 藏著不少盲點 你不要太金針 你就把我們家戶一包米就好了 這個米跟金 其實是完全不同的用意 叫你不要燒金子 然後就做了這個金子 造型的吐司 這個吐司跟金子 到底有什麼可替代性 它就是對這個文化 完全沒有理解 信仰要先於創新 抱持這份信念 林安樂由自家公廟出發 期望用文創能量 來點亮周邊的傳統產業 四十年老師傅大顯身手 像開膳一樣讓檀香粉 均勻沾附香腥 嘉義新港這一家老香廠 是全台第一座以香為主題的 產業文化館 你的時候你有去參加那個遊行嗎 有 好可憐喔 那一年我也 南台姐我們的當業 大家都很 一直在思考 很好 也在走這個傳統香蝦 收到很大的創新金 為了永續經營 陳文中開始思考創新 既然外界最在乎空污 就先從鄉的品質下手 外合上的Q蒙武財神 外合上的Q蒙武財神 提高環保香品的接受度 除了針對不同合作 宮廟設計包裝 陳文中也一反常態 試著讓香從廟裡走出來 在我們頭地 看廁 我們都可以去點香 可以一路香 以前 有些文人雅士 或是空主公 他在教廁 他的岸頭上就一路香在這裡 看似反其道而行 卻是還原獻香該有的千變萬化 這五顏六色的創意香 成功籠絡年輕族群 我們的年輕人 我們要怎麼讓他們 為文創香品 還要為我們的宗教信用來這裡 其實這些香就是 我們傳統的香不一樣 雲林北港這一座 傳承四代的老麵場 大夥正忙著包裝文創壽面 外盒上這剪紙造型的武財神 和黑虎將軍 霸氣中多了新潮 對 因為我們做三十幾年了 從以前比較簡單傳統的 慢慢衍生過來 因為時代再變 有些宮廟文化也會創新嘛 讓說神明這些東西 沒那麼有距離感這樣子 對 可愛的啊 或親切的 無論是可愛的天上聖母 或沒開眼笑的福德正神 都受到歡迎 用包裝讓壽面年輕化 也慢慢在台灣開植散葉 大概算起來才有 從以前到現在累積的 可能四五千家跑不掉 四五千家 大大小小的廟都算在裡面的話 目前正在開發中的 米滴米魚 然後還有米菇 麵龜 就是豬跟羊 那小豬的 大豬 對 那這裡還有一隻就是 龍 對 用兩百多盒一人份壽面 堆砌成三生動物 這不但是蔡代宏獨家開發 也是第一次曝光在鏡頭前 讓壽面文創 從外包裝前進到新的境界 我想把面 撇做成不一樣的樹三生 那它有點像熱膏的感覺 樂乾它是比較時尚的東西 那把時尚的東西 帶進去那個 傳統信仰裡面 即使它不會很衝突 但是它是新奇的 透過文創力量 讓傳統產業和鄰近的宮廟 能夠共融共存 但畢竟屬於創意產業 即便一年推出上百種商品 也很有可能有一成不會賺錢 導致國內智力發展的宮廟不多 對所謂的這些其他宮廟來講 規模就是最大的致命商 因為做文化商品 你要有競爭力 就是要有一定既定的規模 現在只能說這個市場 還不足夠開放到這麼多的玩家 他這個是3D的打樣 自己這麼厲害 既然握有規模優勢 就大膽嘗試 市場少見的聯名活動 讓雙方受眾能夠互相流通 這一位林安樂發現 全台宮廟有人口老化跡象 他的這一支團隊 平均年齡竟然才35歲 就是我們跟不同信仰的廟宇 其實它那個信眾的結構 差異非常的大 從更小更年輕的族群 就開始培養 讓他們都會習慣這個傳統文化 喜歡這個傳統文化 年輕人的加入 為傳統宮廟注入新思維 信仰一代能夠代代傳承 就能把宗教文創往前推一步 這是宗教的衍生物 副產品 所以你宗教市場如果萎縮 那它的副產品一定是不會大 副產品的市場 其實簡言之我們還是希望說 傳統信仰圈能夠再擴大 其實我覺得如果能夠影響 整個華人圈 我們就覺得很欣慰 即使文創這一條路 並不好走 但信徒的團結力量 加上傳統產業的串聯 共創強而有力的基礎 台灣的宗教文創 就有機會走到更遠的地方